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完成材质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先将当前场景中的这个 Polygo Flow呢 加入一个Material Frequency材质 放在Ship外形的下方 然后呢 放这里吧 然后呢 我们打开材质编辑器 再打开渲染设置面板 我们要将渲染设置面板 切换为Mantary渲染器 最终聚集默认为草图集 然后呢 在 第一个材质中 我们选择Mantary自带的Mate Shadow 无光投影材质 我们将当前场景中的环境背景 改成白色 同时 将Camera Maped Background 摄影机环境背景 改成白色 找到标准基本体的平面 创建一个平面 将材质指令给它 这样地面的材质指令完毕 下面呢 我们选择当前场景中的这个球体 我们可以观察 奥特加Q孤立模式 它现在 点击Activate 它已经是一个 上面有棱角的一个球体 那么 我们呢 可以将这个球体 原地克隆一个 复制方式 给它起个名 叫Render 同时 将Render的这个项目删除 将它的分段数调到60 高一点 OK 选择原始的这个Sphere01 将它隐藏起来 退出鼓励模式 好了 设置好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现在需要将当前场景中的这个灯光 创建出来 我们使用天光 创建面板 标准天光 创建 修改面板 强度稍微高一点 给到1.1 OK 我们打开PolicleView 打开材质编辑器 找到第二个材质球 指定它为多维子对象材质 丢弃旧材质 点击设置数量 给到5 确定 依次调节它们的颜色 注意调节色之前 我们先要使用它合适的材质 我们找到Car Paint Material 车漆 然后在车漆中将它的Flake Weight 这种雪花 注意双击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雪花的尺寸 重量只给到0 大家看 这样就没有雪花效果了 OK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反射效果 OK 好了 我们现在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我们先换成一个橙色 暗部呢 稍微暗一点 把它复制给亮部 正对灯光的颜色 OK 这样一个车漆材质就调整好了 我们同时需要将它进行复制 复制方式 依次向下拖转 依次来设置它们的颜色 将第二个材质 我们给它设成一个绿色 暗部暗一点 OK 好 然后继续来设置 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让它是白色 所以这里呢 我们暗部就让它是一个灰色 好 亮部是白色 也不要纯白 OK 第四个 我让它是红色 呃 红色 那是红色的话 这里我们就直接选择默认的车漆就可以了 这就是默认的红色 别忘了把它的 雪花的重量值归零 最后我们使用一个蓝色 OK 基本上材质我们就设置好了 下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 这个材质拖拽给它 选择实例方式确定 这样便于修改 显示在视图里面 将五种都给到20% 这样的话 每一种材质都会均匀的赋予当前场景中的这个 网格模型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里面 材质没有显示 没关系 我们来渲染一下 调整好视角 OK 大约到这个视角就行了 打开安全框 右键透视图显示安全框 呃我们需要让它扁平一些整个画面 所以呢 我们将当前的渲染设置面板中 公用 给到350 按下锁定 再来看一下 第零帧 要看不到它 好 再往下一点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对当前的效果进行渲染了 找一个有点冲击力的角度 OK 好 比如说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角度 注意这里面 呃球体我们没有给材质 我们给球体一个材质 打开材质编辑器 拽一个材质 到第三个材质球 复制方式 然后 将它调成一个偏紫的颜色 OK 让它暗一点 它亮一点 OK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渲染了 对当前的效果进行暂存 渲染当前效果 注意地面的阴影可能并不是很 很实 因为我们这里呢 地面的阴影我们给了一个 草图级的一个 这个 最终聚集的这个强度吧 呃 精度 所以说这里呢 可能会不是很好啊 大家看地面的影子并不是特别实 但我们看到车漆的反射效果 已经全出来了 效果还不错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高一点的 我们给个高 然后渲染质量 我们给高一点 我们给个1和 呃 4和16吧 OK 渲染尺寸我们给大一点 给到800 900吧 OK 暂存一下 对当前的效果 进行最终成品的渲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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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